这是一些爱吃的爱中的 可以说是保养品 可以说是保健品 几乎每天都会吃的 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护眼丸 我是有近视的 然后我每天都会戴隐形眼镜 戴隐形眼镜呢 眼睛会比较干涩 然后有时候戴久了 它会出现红血丝 特别不舒服 但是我吃了差不多有两瓶了 吃完之后对眼睛非常好 里面还有什么叶黄素啊什么东西 而且对皮肤也非常好 就是一个美肌护眼丸 第二个呢是一个 我每天都会吃的一个维生素 每天的工作呀 还是饮食呀 我有时候会特别不规律 但是我每天都会保持 每天都喝一支这种维生素 这种维生素呢 是一个针对女性的维生素饮品 这上面呢是一个小药丸 我通常是把它给拖出来 先吃这个小药丸 然后呢再喝这个 非常非常浓的一个橘子泽那种感觉吧 喝完之后 然后还要拿水 冲进去然后再摇一下 里面还是会非常浓稠的 喝进去呢就是感觉 整个身体就会比较舒服吧 这个牌子呢是专门研究维生素呀 这种东西比较天然 也会比较健康 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B 会日常补充一些维生素B群 还有呢就是这个 就是熬夜好像必备的一个 因为我经常熬夜 这是个护肝片吧 平时损伤了什么 然后就要从别的地方去获取 经常跟比较流行抗肠吧 我也是跟风买了一个抗肠片 吃起来是感觉是挺好的 没什么副作用 每天都会来一个 这个是必备的 这是一个日生菌 日生菌呢是就调节体内的菌群 包括平时吃火锅呀 或者吃什么不健康的东西 在肠道中不好吸收 肠道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这个呢是每天一粒空腹吃 还有一个我每天吃的黑芝麻玩 我特别喜欢吃黑芝麻的人 有很多人说我头发黑 我说我是吃黑芝麻长大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黑芝麻 吃进去的那种版主感 真的让我非常开心 第四这个是一个有机汉方人参茶 这个茶呢就是对身体有一个调理的功能吧 这里面有就是人参 黄芪还有红枣 就是对人体比较好的一些 就是纯天然重要食材 这个呢是一个姜茶 在这个季节来说 我的手和脚是比较冰冷的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宝宝像我一样 但是呢我每天都会喝这个姜茶 里面的就是生姜红枣 还有枸杞 闻起来非常香 我是特别喜欢吃姜 很纯粹的这个姜茶 拿出来就有一片姜 把它泡起来 特别特别香 特别特别好喝 就是我每天都会来一包 就是像这个季节 秋冬了 保暖和保养一定要做起来 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 接下来我会持续给大家分享 我的爱用物呀 或者是生活 还有搭配 还有穿衣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